粉色牵牛花 我是小仙豆,所以我把家里的床、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柜子、沙发都涂成了豆豆的黄色。 但朋友们说,这是沙尘暴落进了我家,弄得我很没面子。 所以我有了新主意,要把床、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柜子、沙发的颜色换得像花朵那样五颜六色,让他们再不能嘲笑我。 床换成蓝色,睡在上面像在蔚蓝的海上漂浮。 饭桌刷成红色,好像天天吃沸腾的火锅。 沙发是黄的,我在里面像在享受金色的阳光。 椅子和凳子涂成绿的,坐在上面看书,跟坐在绿草地上一样爽。 我还要找个粉红的柜子,用来放我喜欢用的翅膀。 正好大熊的流动拍卖行,有个粉色切牛花一样的柜子。 我开心得不得了,马上拍下来,搬回家去。 咦,里面还挂着只补了又补的粉色布猪猪。 猪猪口袋里有封写在作文纸上的信。 我的布猪猪虽然破了一点,但它仍然像粉色切牛花一样的可爱。 哈哈,写信的一定是个女生。 晚上你要抱着它睡,千万不要把它丢在地上过夜。 吃饭的时候,最好让它上桌。 它是玩具,不会吃你的东西,但会乖乖地看着你吃。 它的耳朵曾经掉下来过,最好用粉色丝线逢牢。 但我只有黑线了,如果你有粉色切牛花一样的丝线。 我的眼泪都要飞出来了。 这个女生是谁,是什么难处让它把这心爱的玩具和柜子一起拍掉。 我飞来飞去想把大熊找到,可是那个讨厌的大熊无影无踪。 我只好把粉色切牛的种子播撒,让切牛花一直开放到天涯海角。 那个喜欢粉色切牛花的女孩,只要看见了这些花, 就一定能顺着怒放的花朵,找到我那挂满花朵的小屋。 我就会对她说,无论你有多大的难处,大家都可以一起帮助你。 看,布猪猪耳朵上的黑线,也已经换成了粉色的丝线。